好 另外一起案件是台中市有四个高年级的小学生 组成了一个小小窃盗集团 他们在下手之前会先精密分工 假借换铃钱的名义 摸清楚店家收银机的位置 然后请店员带其中的一个人上厕所 另外三个人就趁机偷窃抽屉里面的现金 警方对他们犯案手法的成熟度感到非常惊讶 不排除幕后还有高手指导 两名国小女学生进到这间内衣店 手里拿着钞票 向店员表示想要换钱搭公车 店员打开抽屉拿了好几个铜板 另外一名女同学则是紧盯整个过程 没有想到这只是这群小窃子的一些探路 等到确定收银的位置之后 换铃钱的女同学又回到这间店里 向店员表示想要借厕所 店员带着女同学上厕所 也等同被支开收银机 另外一名女同学居然带着另外两名男同学进到店里 还向一名男同学指了一下抽屉的位置 男同学随机打开抽屉 装了一把钞票塞进口袋 整个过程不到几分钟 事情发生在上个月十六号下午 四个国小学生进到坛子中山路的这间内衣店 用换铃钱的名义先探路 再借着上厕所支开店员 整个过程似乎经过缜密计划 加上精细分工 警方表示附近也有一家网咖 在这几个小学生以同样的手法进入之后 店里的现金也不翼而飞 警方从金氏华明认出 其中一名女学生出身单亲家庭 因为父亲疏于管教 加上经常撬家是个问题少女 其他三个同学还在清查身份 警方从分工细腻 和他们老神在在的犯案过程研判 可能由集团幕后操控 正在积极向上追查 基尔林健身赖世纪 台中报道